在科学中,月球探索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了,而实际性登陆上月球的,至今也就三个个国家,美国,俄罗斯和中国。 最近我们都听到了以色列登陆月球的消息,到底登上没呢? 根据12日的科学最新报告显示,以色列已失败而告终,本次登月正式宣布失败,已经确定了。 这不得不说,登月的难度是非常的高,再次为中国嫦娥赐号,在月球被念登陆成功说声科学家们辛苦了。 根据科学报告显示,BHT太空船在开始下降后不久,就开始出现问题,尽管它有一个很有希望的开始,它从地面仅22公里处发回自拍。 这也是它最后的一张照片,但是在几分钟之后,任务控制部门确认,在重置主发动机后,已经失去了与着陆器的联系。 官方在现场直播期间表示,我们非常接近月球,但确认航天器出现故障,根据科学数据显示,出现的主要节点,是在飞行器离地面大约15公里,是因主发动机出现故障,没有主发动机无法减速。 一旦发动机停止工作,速度太大,位置太高,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落到月球表面,所以最后只能坠落下去。 虽然它无法实现这一成就,但任务仍然使以色列,成为在月球轨道上运行过的第七个国家。 该任务失败之后,斯帕西尔表示,现在计划在未来三年内,启动另一个月球任务,也就是可能在三内启动第二次登陆。 根据初步的预估,科学家们定义的飞船座落地,是位于月球北半球的宁静海域,然后进行月球信息的收集,当时可惜了,这次是真的失败了。 当然在以色列之后,我们五月份将会再次迎来一个探月事件,那就是印度。 根据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希望Keylesi-Volteville,Seven,在四月初表示,印度月船二号探测器,但定于今年五月发射升空,这是印度从2018年推迟的最终时间。 在时没有消息是否确定月船二号探测器准备好了,因为在第二次进行推迟的时候,官方也没有发布任何消息说明,是否依然是存在故障问题,但是印度的登月还是我们比较期待的。 毕竟这么多年来,印度在航天事业上投入的成本也比较高,例如前段时间的时候,才发布了太空计划,以摧毁太空卫星为目标,以表示,自己已经进入到了航天大国的行列。 这次是否会成功登陆我们拭目以待,以色列失败之后,印度还是可能成为全球第四个登陆月球的国家。 我们期待中,成功就是第四位,失败就等待下一位了。 头条科学朋友圈开通了,欢迎加入讨论科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